刑事局中打破货了一个诈骗集团 在网络上成立了股票群组诱骗被害人投资 接着再找人头申请公司行号账户 请被害人以贷款这个货款的名誉 把钱汇进去 再由车手假扮成公司的会计 林贵提领赃款 而其中这名女车手 她一个人就提领了超过2亿5千万 为了要取信于银行 她每次到银行去提钱的时候 她都还会特别打扮 穿着专业的上班族套装 女车手领完赃款又上车离开 一旁埋伏的警方见机上前压制 不要动不要动 不要动 给她不要动 整房车前后包抄 这下女车手无路可逃 警方早就盯上这个诈骗集团 光是他们诈骗的不乏所得 粗骨高达2亿以上 赃款多到得用数操计算 诈骗集团先是成立假股票群组 诱骗被害人投资 之后找人头成立公司航号 再叫被害人以货款名义 把钱汇进公司账户 车手就会假扮成公司会计 零贵提领赃款 银行关怀提问的状况之下 她就说这是公司货款 零贵大概都数百万 大概从四百至七百万 成员里面就属这位39岁的女车手最厉害 堪称是国内最顶级 一个人在台中台北新北陆续提领 两亿五千万 标准装扮都是黑丝袜配套装 夹判成专业女会计 甚至还会帮其他诈骗集团提领赃款 她的穿着也会像公司会计一样 目前有28名受害者报案 不过警方估计受骗人数可能更多 专案小组最后逮捕17名嫌犯 将他们选之以法 叫潘姓黄志尧台中报道